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段三国演义之张松县地图 说到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呀 曹操放出话来 要席卷天下 统一中原 攻伐各路诸侯 各路诸侯呢 衡量曹操的军事实力都忧心忡忡 谁跟曹操干仗也是以乱及时 不自量力 打不过曹操 曹操把这话放出去了 天下英雄啊 甭看巨多少人有多少马 有多少的势力 都非常紧张 那曹操一言九鼎啊 说发兵就发兵 谁也经不住 其中有一家诸侯 十分紧张 忧心忡忡 这就是汉中的张鲁 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曹操最少 但是呢 手下有谋士严谱给他出主意 主公不要太过忧郁 曹操现在的心腹大坏 在东南 东吴孙权 荆州如北 无暇顾及我汉中 他只不过放出话来 吓唬人 但是转念又一想 曹操这个脾气 言出必行 早晚有一天 他要统一天下 攻打我汉中 到那时咱们也是没有办法 怎么办呢 言谱 不会为大谋士 又出了一个主意 干脆 入供 他给张鲁建议 别等曹操来攻伐咱们汉中 咱们呀 先出去打别人 打哪呢 益州 也就是西川 现在呢 就是四川 贵州所敌 三国事后这个时期 益州 刘章 所谓益州的太守 镇守着 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但是为什么能出主意说 攻打益州 攻打刘章呢 言谱心里有底 益州 这个刘章啊 暗若无能 这人啊 富人之人 没有什么主意 没有什么作为 枉为一地之主 所以啊 暗若无能 咱们发去大兵 把刘章灭了 夺取这个益州 益州西 咱们现在也知道 四川天府之国 雾富民风 而且益少南宫 四川盆地嘛 四周全是山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要是天然的大粮仓 大仓库 所以夺得这里 作为自己的大后方 大基地 在联合咱们的汉中 那不怕 到时候啊 甭说曹操来 攻打咱们 咱们举兵 攻打天下 攻伐各路诸侯 到时候 您张鲁可就 不是汉中太守了 您可以做天下之主 张鲁一听 这计策甚妙 发下兵书 战表啊 这封战表 到了西春 刘章手里 果批 刘章 刘章这个人 暗若无能 甭说大兵来罚 看见那个战表 心里就打出了 赶紧聚集文武 上面什么对策 这些文武啊 因为这个 益州这个地方 多年安定 没有兵阁相见 早年就 早就没有战士了 所以啊 生活非常安逸 户富民风 这些官员呀 都不愿意打仗 甚至有的 劝这个刘章啊 投降张鲁 到时候 您混个好安生 好安生 分您个什么地方啊 分您个什么官爵 哎 也免伸手一出 这句话 这么话一说出来呢 刘章心动了 就想投降 有这个心思 但是 刘章手下 分看刘章暗若无能 手下有能臣名将 其中有一位能臣 姓张铭松 自永年 就是咱们这段书的书男 张铭年 张松 派遥而起 哎 主公 张鲁何不拒灾呀 再说 我属中 雾负民风 兵强马壮 甭说他没来 来了又有何拒灾呀 再说 咱们能人背出 怕张鲁 张鲁何拒 我有一计 可让张鲁不敢小事我西川 不敢愧我西川呢 就连正眼看都不难 刘章一听哦 清家有好主意 赶紧说来 什么主意 派遥能说之人 下誓词 到许昌找草草 誓他发兵 攻打汉中张鲁 到时候咱们两边 使张鲁腹背受敌 张鲁自会推荐 一听这是好主意 刘章允行 干脆您出的主意 张松别推别人了 永年功 您收来吧 张松我出的主意 我去 可以 欣然接受 赶紧准备一下礼物 必定是两方势力 这个交流 而且人 曹操 你必定是求曹操 曹操势力强大 准备一下那些礼物 把什么好东西 咱们昨天也说了 药材啊 珍珠啊 玛瑙啊 哎呀 车载抖摇 闹了一大堆 幽中选幽 京中选京 选了一大堆好东西 张松领着几个人 压着这些礼物 勾奔许商 去说说曹操出兵 从蜀中一出来 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 传到哪啊 昨天也说了 传到荆州 刘备 刘备现在暂居荆州 手下文臣武将 各个英豪 刘关章啊 这些有名的上将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 福龙 福龙 福龙厨 两位大名士 就是诸葛亮和庞统啊 现在都在刘备帐下 福龙 奉厨 得一可安天下 俩都在刘备的事 甭看刘备这个荆州啊 是跟人孙权借的 但是手底下 猛将名将啊 名士如云 可谓如虎添翼 孔明奉处 那通天彻地之谋 早就派出这个 汤报啊 早就知道张松出川这消息了 汤报回来 告诉两家军事这个消息 告诉刘备 说张松要出川了 赶紧派人 在张松之前 购奔许昌 打前站 实时探听张松的消息 为什么盯张松盯得这么紧呢 因为这个孔明啊 庞统 早就 劝说刘备 举所有的兵力 习取益州 习取西川 都知道西川好 想让他作为刘备的大根据地 以后再图天下 但是也是苦于蜀道艰难 进不去 人家一个人打不官 好几千人也打不开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手下的人遍布天下 知道这消息 张松这人很重要 而且张松身上带着一个宝贝 上回书咱们也说了 出川之时 张松画了一份西川地形图 天下都知道这个蜀中 一手南宫不好进入 唯有得到这张图 西川的这些 乾粮府库 爱口 是兵战 河流 山川 都在这张图上 有了这张图 按着这张图走 取西川是易如反掌 所以派人盯住了这个张松 张松什么意思 为什么带这张图呢 上回书咱们也言道 张松这个人呢 并不是坚定不忠之人 但是呢 他心怀天下 心怀百姓 看到这个蜀中百姓的疾苦啊 自己受不了 所以这个人是大忠大义 不是那种愚中小义 他明白 刘张这个人 暗若无能妇人之人 没什么出息 甭看现在领着汉中这些百姓 很安逸 早晚必被虎狼吞没 早晚蜀中百姓受苦 水深火热之重 所以要取大义 找天下这些豪杰 真正能作为人亡地主的人 把这份地图献给于他 让他领兵进西川 也就是给蜀中百姓带来真正的幸福 领蜀中百姓过上好日 就是打这一口 张松早就听说 曹操这些人能得打 不错 而且现在势力也大 都说这个曹操是汉贼 邪天子以令诸侯 张松虽然有个耳闻 但是他明白 古往今来 夺得天下者都得有些手段 有些手腕 我这且不管 只要曹操这个人李贤下士 千功和蔼 对我礼遇有加 到那儿 我看看他的才能 才能自不必说呀 人家就差不多席卷天下一多半 我就把这一张西川地形图 献与曹操 让他替代刘昭 来取西川这块宝地 没想到 张松领众人带着礼物 到了许昌 始料未及 受到冷遇 先是吃了几天的闭门够 甭说见曹操的面 连曹操相府的门官 拒他于千里之外 不给门包不让进 张松必定是闻人 看不惯这个 以前刚开始几天 手下人包括这个店里的人 金庭管义的这些人 都劝他 您给地上门包 张松被人很耿直 哎 这是什么地方 天子小夏大邦之地 堂堂的成相府 能搞这些吗 我就不信 三天以后 张松西川远道而来的使者 那在西川也是高级参谋 别价之职 在相府门口 站了三天岗 没进去 最后张松也认了 都说曹操这个人 李贤下士 我一看 锁成 虚言 干脆 谁让咱们求人办事 看不惯这些门官的做法 心想 这要是在手中 我把你揪过来 啪 给你个大耳爹子 谁也不敢说什么 这也就是我求人 我要真过去给你个嘴巴 那帮的武士也是把我押走了 也办不了事 干脆 准备了一大大的门包 里边三十两马蹄筋 给人递过去 那还不服呢 递过去 想让这个相府门前的百姓看看 寒着寒着人这些门官 寒着寒着曹丞相 您看看 百姓看看吧 曹丞相都知道 要门包 要小钱 结果呀 所以说这个 相府门前 门庭若市 但这些百姓视而不见 司空见惯 这个算什么呀 乘车乘道的这个金银碗里挑 这看就没事一样 张宋一想 现在这曹丞相身份上去了 原来所传什么 千功和矮呀 也是假话 今非昔比了 把钱递上去 没人才给通报 见了曹丞更深 曹丞从心里就溺为了张松 因为张松什么呀 张松不好看 前文书咱们也说了 什么绝头啊 大嘴啊 鼻子塌呀 反正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车祸现场 什么样 他脸什么样 这个 这个无比难看 而且人家 世财傲物 也不会说话 不会鳄鱼 不会奉 曹丞现在什么身份 歇天子以令诸侯 都谈不上说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名义上是一人之下 实际上就是万万人之上 他是这个汉家的皇上 能看得上张松这呀 官也不大 面目丑陋 而且你的脾气还倔 说出话来 非常不好听 接了曹丞的面子 曹丞是拂袖而去 把张松干那儿 曹丞没给这个张松好联 拂袖而去 也就罢了 毕竟身份在那儿摆着呢 但是 曹丞手下这些穆宾的 宾客呀 伺候人 也没饶了张松 过来分分数了 这张松 把张松奚落一番 张松失财 脾气而去 哪把这些 在他眼里 这就是人渣 哪把男人放在眼里 鼻子眼出气 哼了一声 我属中没有 坚定谄媚之人 就这句话 怒恼了唐下一位 上了一位谁呀 杨修杨德祖 人家不干了 你属中 无有谄媚之人 我中原就有此人吗 反正你们那儿没有 我们这儿就有这人 我们这儿都出坏人 我们这儿不认识 不是 我说我们这儿是主流相 哦 没事 这么个观众 我今年就是宁在花下死 啊 哈哈哈哈 说说说这算郭明身上了 哈哈哈哈 说哪帮我吧 说哪帮我吧 对啊对啊 对啊 别提这个 提这个 我属中我中原就由此奸命之人吧 杨修怒了我爱听了 互通明星 双方都知道 张松一想杨修我听说过 当年迷恒这么狂妄的迷恒都佩服他 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之人 所以啊我呀见着他 今天我要把他难倒 张松心里有谷 杨修这个人也是世财务 悟空一切 而且这人好偏财 远近文明的一个蛇变家 你说论打嘴杖 杨修呢能耐不输于郭德杠 就是嘴特别厉害 财思敏捷 我夸我师父哪 我师父快财思敏捷 除了个矮的 路人呢路人 哎我又关了 没路 没有肯定没路 哈哈哈 结束好了 我怎么摔厂来路都不路 你也信 财思敏捷 打好主意 俩人来到 外厅书房 兵主落座寒宣几句 俩人开始对话 我不信啊 张松想对啊 杨修就是想难倒张松 问了他什么手臭 我先假客气几句 我也没去过这个你们川中 也没到过益州 您这个益州啊西川啊 什么人物如何呀 风土如何呀 这哪能难倒张松啊 张松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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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个遍 什么我川中啊 风土怎么好啊 物负民风啊 国负民强啊 既体必高啊 什么那个物传丰富啊 人节地灵啊 什么九流三教 各种门类的人才啊 不计其数 而且都是顶尖的人才啊 意思就是你不要小事我川中 这番话说出来 杨修由内转乐 确实打心里佩服这个张松 确实是 他的舌变才能不在我之下 英雄西英雄嘛 人家都互相的喜好 有才的人谁都爱 最后 聊到曹操 说到这个杨修的官职 杨修脸上有点不好看 张松问 说 杨先生你们家世代占星 尤其您的父亲杨彪 那是身为朝廷的太位 位列三公 位重 人臣至极 您祖上那么显赫 您当什么官 问他这句 杨修脸上不好看的 怎么呢 杨修的官职不大 可以说不是官 我去居相府主部 主部是什么官 用现在说就是会计 出版类似这些 管账 但是实质上权力大 因为曹操就是天子的 天下就是曹操的 他是曹操的主部 相当于 如果打仗 相当于总装备部 总后勤部部长 人家掌握经济命的 你这个还不大吗 但是在张松原里 哎呀 屈居一小只 您家那么显赫 您怎么屈居相府一主部呢 您该位列朝廷 为天子共事 福保天子 匡复汉家天下 现在汉家天下已成雷卵之势 您应该辅佐天子 重振汉家雄丰 怎么在曹操这个府中 屈居一个主部 而且您家应该跟曹操有仇 李觉郭四之时 天下大乱 你父亲杨彪奏稳 举荐荐进京平乱 结果曹操得了相位 有了权了 不报答你父亲杨彪 反把他贬官为民 你还在他手下当一个主部 这个不可理解 他把杨修契落了一番 杨修当然这话上不能饶啊 说了 说曹丞相有多大的才能 多高的功绩 我为什么屈居相府呢 可以受教 我跟曹操学 受用中山学不完 张宋一般说 哎 我早知曹操不齐人 没什么能的 能不达孔孟之道 武不达孙武之能 以霸臣夺得相位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句话 杨宗说极了 杨修说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人呢 最 文人最怕提这个 梁秦择沐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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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否定曹操就是否定 我杨修 我有眼无珠啊 你不说曹丞相没才 不让你看看 把曹操 偶心立血写的梦得新书拿出来了 这是一部兵法呀 确实是曹操有能力 不像这个张宋说的 只如果两方对美有矛盾 所以他把这个曹操贬低的一无是处 曹操偶心立血及几十年 攻伐夺地的这些战法 参考着古人的兵法 写了这部梦得新书十三篇 确实是好 给张松一看 张松不以为然 我鼠中三尺顽铜皆可备之 你家丞相抄袭而来 乃是战国无名士所作 你家丞相抄的 也就蒙足下蒙我蒙不了 杨修叫上劲了 你不是三尺顽铜可以备吗 逢用他们备 你能不能备 张松啊 没当回事 可以 杨先生捧此书 我来给你备 我来给你备 不备 还没事 这一备啊 把杨修惊夺 张松就看了一遍孟得新书 把这全篇通备 杨修 杨修这么大主意 这么大的能力 这么大的主步有能力的人 都被这个张松这点能力吓过 为什么 过目成颂 一目十行 哪有这么坏的脑子 十三天不少呢 这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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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去 我看一遍就全背下来 这是这是人脑 这是电脑 当然那本没电脑啊 佩服的五体头地 张先生你可 你且安坐 我去通报我家丞相 捧着这本孟得新书 找曹子去 到曹子曹子跟这个后庭政休息 他们两人的关系近难 杨修是曹子手下最信任的人 所以不用通报 杨修也是急了 抱着这本孟得新书 这卷啊 直接就闯进来了 哎呀 丞相 丞相 你为何慢待张松永年先生 给这个曹操问一诺 曹操吕海下虚然 你说张松咋 哎 此人面目丑陋 语言恶俗 对本相不敬 所以我不慢之 我怪他 这人太讨厌 长得也不好 说话也不好听 我烦他 杨修一听 哎 成下 这就是您的不对 张松远道而来 乃是史 史臣 您怎么能慢待于他呢 再说了 当年 弥衡 弥正平 您都礼欲有佳 为什么不能宽带一个张松呢 这句话说的有意思 为什么 弥衡 弥正平 弥衡啊 当年鸡骨骂曹啊 杨修说了 成下您能怎么就不能容张松呢 当年的弥衡把你骂成什么样呢 光着膀的 打着鼓骂您 那有节奏是吗 编着四六八句的骂您 您不是让照样听着也乐吗 您也没把人的弥衡怎么着怎么着啊 怎么今天张松 您怎么就不能容他呢 就不能礼欲呢 显见丞相大财呀 有大人之财呀 宰相度里能撑传 显您的度量 张松怎能与弥衡相比 那弥衡住树颇丰 乃是一位大财 张松什么人物啊 谎称别价 你瞅他那德行吗 那个儿 那相貌 哈哈哈 长得也不好看 挺矮还挺呸 哈哈哈 我评论庙宽带于他呀 诶 丞相您是没见着 我是亲身经历 那张松乃是大财呀 无论别的就是过目成颂这项本事 我不及也 天下罕见 古往今来又有几人呢 我跟您说 就您写这部孟德新书 密布传世啊 没有什么发表啊 出版没有 刚写出来 曹操还没美够呢 搁在七盒里那正美呢 时不时拿出来欣赏一番 您叫我写着 哈哈哈 你还可以给你家 多多多好 你看郭德康相选 多好 密布传世 别人没见过 我也是这么想 我本想奚落这个张松一番教训教训的 说话太狂 没想到让人家给我教训了 后来我说成相有才 人家也不认同 为了跟他较劲 把这部孟德新书给他看 他只看一遍 全篇背诵 这等大财世间少有啊 而且不光这么 他 他说话 不是特别好听 哎 怎样说来 曹操还刨根问底 人家不单把这个全篇通背 人家还说了 说便宜话 说您这孟德新书啊 不是您的原创 不是您所做 乃战国无名氏所做 您乃抄袭之作 蜀中三尺顽童皆可辈之 当然我知道 他这个说的是气话 但是就说 张松之才 非世人所比 简直是含有 后边这话 曹操没往心里去 关注是什么话呢 无名氏所做 曹操乃抄袭之作 这个曹操往心里去 哎 我这孟德新书密不传世 他怎么说 战国无名氏所做 把书拿了 把书拿了一看一看 没错啊 多少年偶心立决写的这部兵法呀 还不光如此呢 我跟他叫紧让他背啊 我说甭说三尺顽童了 您能不能背这 没当着回事 张子就把这全背出来 所以才能惊人 他那意思啊 就是为张松说些好话 曹操误会了 曹操打开一看 张松能背 这要传出去 我这脸上不好看 堂堂天下的丞相 莫非我这孟德新书 果然与古人暗和 他还认了 果然与古人暗和 曹操脾气上来的 来人哪 准备火盆 把孟德新书焚毁 杨秀一听就傻了 诚相诚相 玩笑字话不可当真 诶 一扒手 杨秀必定是文人 曹操有那么武术底子 白手 杨秀拦都拦不住 拆散了扔火盆里了 点上火 竹子一沾火 里边有油 啪就烧起来 太可惜这部孟德新书了 确实 内容非凡 好东西 就是因为 杨秀这个斗气 曹操这个脾气 现在孟德新书没有留下来 曹操的兵法只留几部残篇 非常少 杨秀都急了 后悔死了 过去从火盆里要抢来孟德新书 抢来 也还复之一句 行了 没有就没有 曹操说 我 慎悟张松 我烦他 既然清家说张松有旷世之奇才 其实我也不想见他 行 明日叫军场 点张松来 让他看看我 汉家丞相手下威武之师 何等威风 明天叫军场 我见他 咱们看看咱们这些军庸军马 咱们看看咱们这些军庸军马